新聞放鞭炮 報道第一名 第一名的報道 周一寇帶你認識 寶島第一名店 新聞放鞭炮 報道第一名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今天2024年6月15号的 新闻放鞭炮 報道第一名节目 这个节目是由 报道联播网跟第一名店 联名制作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推出的 神秘特别来宾 为各位介绍 就是我们前几集 一直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的优惠的产品 有附赠的非常珍贵的 料理教室的入场券 料理教室里一定有料理老师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 洪玉彤老师 洪老师 Koko姐好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 好 拍拍手 非常欢迎洪老师 上个礼拜我们介绍的是 陈安琪老师嘛 对不对 对 你们两个人是轮流吧 都去个料理教室 是 我的时间是跟他错开来的 OK 好 第一名店的这个料理教室 是在南京东路 不过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要跟很多的听众朋友 感谢的就是 我做这个节目学到了很多 但是事实上 黄玉彤老师的课 我有去上过 我有去过 而且他现场做的东西 真的很好吃 然后今天他要带给大家惊喜 同时听众跟观众朋友 我们也要非常感谢你 对于新闻方便炮 宝打第一名的支持 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 听了我们的节目 就真的去买东西 但是你当然可以获得保证 对不对 黄玉彤老师 是的 第一名的东西确实 因为有你跟陈安琪 还有董事长的保证 谢谢 好 经过了一段长期的了解 第一名店之后 我发现调味料 是多么的令人惊奇 惊艳之外 它的香菇精 跟它的大麦的蜂蜜 黑醋的组合 其实很多内行的听众朋友 都知道 它是有多么的 对身体健康有多好 而且它是多么的特殊特别 今天洪老师要告诉我们 这两个东西 它有什么样百变的吃法 然后同时 当然我们还有优惠 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好了 0800211388 但是节目一边播出 你会一边打电话 我听那个定义名店的同仁说 节目播出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会有人打电话 所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0800211388 这个香菇精跟大麦蜂蜜黑醋的组合 是3000块钱 还有还赠送 李总统喜欢吃的猪肉松 他们叫做特级养生的猪肉酥 同时还有料理教室的入场券 是3000块钱一组免运费 它的总个原价是4870块钱 先讲完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把现场交给洪老师 洪老师今天你带给我们 什么样不一样的定义名店的旌旗呢 是 今天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包括我们桌上的 还有我们看到秀出来的这些产品 当然也是都从我们第一名店里面拿出来的 这个叫做乳肉燥 等一下告诉大家 这个乳肉燥有多好吃 然后怎么样做成料理吗 对不对 这个乳肉燥一直都是 包括自己本身 我也是自己在家里煮 因为我们厨师基本上就是 大概四五点就吃饭 往上回去肚子会饿 怎么办呢 你又去懒得去动一些炉灶 开瓦斯火什么的 厨师也会懒得动 厨师已经在厨房里面忙了一天了 回去家里面 所以回到家里面就不想做饭 对 没错 但是饿了怎么办呢 要自己处理 所以我就会跟 拿我们的第一名店 这包乳肉燥 这包乳肉来做乳肉饭 对 没错 这个它是常温的 不像一般的是冷冻的 打开来就可以吃的 没错 这是常温 这个是叫做 秘...叫做什么包装 这个 厚砂铝箔吧 OK 对 它在里面 你刚刚柯姐你摸了一下 它是常温的是液态的 你只要放在电锅里面 稍微蒸热一下 五到十分钟 或是说你用煮一锅水 把它泡在里面 也是一样五到十分钟 就打开来就可以吃 你今天想吃乳肉饭 那就是乳肉饭 就把它放到那个 白饭上就可以了 对 或是你今天想吃面条 你就把它倒下去 那就是面条 就是肉燥面 肉燥面 OK 好 这个也是天麴猪做的 我们专门介绍过这个天麴猪 还吃的特别的麴菌 益生菌 对 这个猪的 它们的补充品 因为我有一次问董事长说 他们只吃这两种吗 他说当然不是 那是他的副食品 而且人也可以吃 然后这个天麴的玉厨乳肉燥 对 好 那今天可以打开吗 当然 来 好 那我们就现场开 今天的今集就是 我又可以吃了 因为呢 现在我已经升级了 节目一开始就可以吃东西 这样打开对吧 是 没错 好香喔 我教各位 还没看到脸 但是今天我们没有经过热水 也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 你现在打开来 就闻到它的香气了 是不是 那你只要是说 把面 甚至于说你如果真的是急着 想要吃它的话 那就是把面弄热了 或是把饭弄热了 下去搬一搬 因为我们这里面 包就把它倒进去 对 然后它现在倒出来 用微波也可以吗 是 微波我比较不建议 因为这是铝箔的 我知道啦 不要用微波放进去 是的 这样会爆炸 所以我才建议 观众朋友 我是说放到碗里的 倒到碗里面 是 倒到碗里 一般我们在倒微波的时候 倒这种铝箔包 很习惯就是这样挤 然后底下的残留 就把它丢掉 很浪费 然后再把它对着 对着我们再把它往后压 我知道 那就会把里面的东西 这个要拍起来 很干净 我好像也会这样 是 有的时候我还会把它打开 放在水里面 可是这个不用 对 这个是不用的 我喝这个香菇精的时候 香菇精不是上面有一个小碗吗 对 对不对 那个小的凉杯 是 那你倒到凉杯里 那倒到凉杯里 那凉杯里还有一点点 我就会把它再放点水 倒进去 我这样子很聪明吧 太聪明了 不是 好 谢谢 这个乳肉罩 就是这样 刚才是讲那个铝箔包装 你把它放到热水里就可以 对 或者是热水冲 直接就是把它放在热水里面 泡着 那倒出来呢 倒出来就是 对 那很多包放在一起 是 我们这里面它是有这么多包 六包 六包 对 包括刚刚那一包 好 这可以单吃吗 可以 您试看看 所以我想 你如果说急着赶时间的话 你热饭下去拌这个 直接出来它就是一碗乳肉饭 很好吃 那你如果把面烫熟了 烫热了 拌下去 它就是我们的肉燥面 甚至肉燥米粉 自制的 是的 然后是从天曲书 也就是说从食材产地 到这个产品 是 都是自己监督出来的 对不对 没错 你跟王董事长什么时候认识的 跟第一名店是什么时候 开始合作的 也是从2020 11月9号 那天 2020年 2020年 2020 那到现在已经四年多的时间 四年 对 四年多的时间了 2020年的时候是刚好疫情 差不多 也就是卡在疫情那个时候 那时候可能就是 因为要推广我们店里面的产品 所以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能去餐厅吃饭 所以要买东西回家自己做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积极地 就是做我们的一些调理包 开发出很多剪刀经济出来 就是懒人料理 你拿回去家里 就像刚刚讲的 你可以泡在水里面 就是用电锅蒸 蒸热以后倒下去 我们就可以享用 这乳肉罩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把它 这个是把它切成小肉块 是 我们这个 它有一个黄金比例在那里面 是秘密吗 我觉得可以公开 好 这个已经不是秘密了 因为很多我们的一些 爱用者 我们的会员 他们都知道 甚至我在料理教室的时候 都会把我们这些 所以该让客人知道的东西 我们不会尝试 所以乳肉罩也可以买这个 第一名店的猪肉 是 然后可以做 也可以回去 OK 当然你不要嫌麻烦 我只是想了解 这个就是 你的意思是3米7 3米7 我们是前腿肉 3米7是前腿肉 7是瘦肉 7是瘦肉 还是猪肉 还是肥肉 没有 肥肉是有 我们是油皮丁 油跟皮连在一起 去把它切丁 也是用三层肉啊 不是 前腿肉 前腿肉 对 前腿肉 然后呢 前腿肉把它切丁就好了 对 然后我们还要放 那个油跟皮 连在一起的油皮丁 一般 你会发现 我们是一整块一整块 你觉得吃得到 乳肉跟它那个 油皮丁那个口感 是QQ的 所以有油皮丁 没错 一般我们在外面 买的肉燥 甚至你去夜市 或什么吃的乳肉饭 你有发现 他们就是糊糊 上面浮了一层油在那边 他们的比例 或许就是反过来 那当然是我们不能讲 人家是怎么样 但我的 我们第一名店的乳肉燥 绝对是经过我们控管 是 所以它 它再加其他的那个 調味料 对 也是用我们的香菇精下去 最主要的香菇精 没错 香菇酱油啦 对 今天三宝又出来了 对 就是用我们的香菇酱油下去 香菇酱油来煮这个 这些猪肉丁 乳肉燥 就变成乳肉燥 对 好 今天我们又推出了新的产品 是天曲的浴厨乳肉燥 是 然后各位可以买回家去 做肉燥饭 对 肉燥面 然后也可以做肉燥面 是的 好 不过大家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 我们有两盘很漂亮的这个料理 这个料理是你今天为我们的 今天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所准备的 帮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夏天到了 寇姐 你都吃不下饭 对 端午节之后就是夏天 因为端午节之后 冬衣就要收起来了 胃口越来越差 那当然了 你如果胃口越来越差 你又吃不下饭 但你又需要吃到一些很清爽 很开胃的东西 然后又能够有点饱足感 那我今天就是给线上的朋友 带来这一道 这是我们的五花燒猪 五花燒猪 对 是五花燒猪 五花燒猪它有比较肥的 这个打开来就可以吃了 是 你只要放进微波炉或是说用电锅 蒸热都好 好 然后五花燒猪可以做出 这一道菜 对 底下是比照我们一般的那种西餐方式 凉拌 对 用凉拌 那上面 因为你光是吃这些东西 你没有一点饱足感 所以我会加了 我们现在有跟小农他们合作的一些 红梨麦 是 就是从花莲那边 红色的这个 对 这一碗是我的 对 这是你的 这个红色的是红梨麦 是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花莲小农 这个是若麦 这个是若麦 我们今年粽子 我想有买 过我们的粽子 素粽的 公众朋友都有吃到 就是我们里面有放了一些若麦 这个若麦不错 对 然后这个要淋三宝吗 没有 我今天也是带来我们 也不一样的一个 今天除了三宝之外 还有其他宝贝 我也算一个 你当然了 是 这个是我们 你是料理教室吧 给各位现在的朋友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洋葱酱 是吗 对 一般我们在外面买的和风酱 它纯粹有是戒指酱 有的就是用一些酱油或是做 这有洋葱的味道吗 有 你们看看 你打开来就会有的 用这个洋葱酱来拌那个 没错 是的 这个石酥这样子 是 底下 你要不要自己来 要咬喔 一样 问题是我 我如果把豆太多太爽 那还是要专业 好 来 喂打我 要咬 对 因为我们是真台资料 洋葱酱 对 所以我们的洋葱末 还有我们一些调味料 一些食材里面 你看看上面 我们还有苹果跟柚子 OK 所以这是三种综合的调味料 所以第一名店里面的 真的是那个 五花斑门的各种珍藏的东西都有 随手一讲就是很让人家 所以你来第一名店 你就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直看 对不对 你只要带着食谷进来 我们里面什么都有 所以这个料理教室 为什么我一直推荐大家去参加 拿到的入场券一定要去 洪玉彤老师跟陈寒琪老师 两个人轮流 但是洪玉彤老师 他的今天在现场告诉我们 他怎么样展示他的厨艺 要淋那么多 不怕多 不怕多 但是我们这个香气很够 好香喔 所以只要他一种就好了 没错 你给他拌一拌 对 所以王董一直坚信 现在工商业社会 这有 这个是海带吗 这是我们店里面 也是我们店里面的产品 我们的海带芽汤 海带芽 把他那个 泡过 用热水泡 泡熟了以后 这我会 这我会 你要吃起来很脆口 是不是很爽口的感觉 然后呢 为什么会放弱麦呢 因为你如果说单是光吃一样生菜的话 你没有那个饱足感 这洋葱酱好特别 它又不是酸 但是它是那种中和的味道 它有带点甜 有一点点洋葱的后劲 你回味是不是有一点点苹果的香气 都有 各种蔬果的感觉 所以这是我们中和的 但是他 他留下来的那个印象很深刻 对不对 这是日本拿 这也是日本的 也是第一名店找进来的这个调味料 这个洋葱酱来作为这个 我们的凉拌食所嘛 对 这是合乎我们现在端午节过后的季节 好 然后放在弱麦 还有我们的红梨麦 比较有那个饱足感 是 那再来 我们还有第二道 第二道酱汁 一样是我们的 黃金芝麻酱 对 它可以跟洋葱酱放在一起 没错 那你会有两种不一样的层次感 好 那我这样再帮你加上去 好 那我先把这一个 我怕我吃一道 太多 不会 所以他用 也就是这个调味料可以互相搭配 很搭 非常的协调这样 所以说我说做调理 像是在做变魔术 我来吃一口 黄金芝麻酱跟洋葱酱合在一起 是什么味道 应该是 会让你觉得很惊艳 黄金芝麻酱它的味道很重 他会不会抢戏 会把别人压掉 不会 两个是相辅相成 他们本身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层次感 一开始你会吃到黄金芝麻酱的香气 对 再后来你会吃到我们的 和风酱 和风洋葱酱的 它那个香味 嗯 真的 它会让黄金芝麻酱出现另外一种风味 是 因为黄金芝麻酱非常浓郁啦 没错 吃黄金芝麻酱会着迷 你知道吗 因为它很浓郁 对 可是你现在加了一个洋葱酱 你就觉得整个清爽的感觉都来了 对 它就会有 对 它会在浓郁之外 又给你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口感 对 这两个可以一起的 是 好 洋葱酱跟黄金芝麻酱 是同一家公司的怪不得了 对 因为黄金芝麻酱它 我记得 董事长说过 我应该没有说错 就是本来黄金芝麻酱 他们在台湾卖得不好 所以呢 这个自从第一名店 把它引进之后就卖得很好 这是真的吗 对不对 真的是 他是公司在大阪 对 公司在大阪 原来他们是同一家公司 对 好好吃喔 各位海带牙也可以拿来 是 拿来做凉拌 这在我们第一超市那边 我知道 那海带牙要用热水泡吧 用热水泡泡过 我上个礼拜讲粉丝 讲错了 所以尽量要问清楚 海带牙要泡多久 其实这个海带牙很薄 它吸收力很快 你大概放下去 你看它一直生长 大概一到两分钟 它就可以泡开了 好好吃喔 然后泡开以后 因为它本身还有一些水分 所以你搁在旁边的时候 它会继续伸展 我觉得第一名店的这个调味酱 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的 很特别耶 我不是特别 我真的是有点被征服了 因为黄金芝麻酱加火麻辣油 加那个酱油露 已经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沾饱了 然后你今天加一个小小的洋葱酱 是 就让它是另外一种风格 另外一种感受耶 对 因为食材本身 它就是固定的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变化 完全就是调味料的关系 好 等一下我们要讲 调味料有多重要 是 你要原谅我一边吃饭 一边吃东西一边讲话 虽然老师说不可以这样 但是 因为我们节目要进广告了 所以要赶快说 0800 21388 我们今天的优惠组合 等一下呢 洪老师要告诉我们 这个优惠组合 可以怎么样搭配 不同的吃法 对不对 对 这两天也是我们的 很好的武器商品 香菇精跟大麦蜂蜂蜜 这个黑醋 从第一天退出来以后 就非常受欢迎 3000块钱 可以有料理教室的 这个入场券之外 还有李总统基的肉松 很多人说 寇姐你怎么会懂料理 我当然不懂了 我都是来问的 同时也是来学习的 可是 吃它其实是一种价值感 它也是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第一名店 为什么会跟 报道联播网的 新闻放编炮 这个联名制作节目呢 最重要的是 王董事长 他对于 王一郎董事长 他对于食材上的坚持 以及第一名店 他自己所实践的 那个食材上的 这个引进上的 严谨的要求 当然我们也介绍过 王一郎董事长 他从彰化的农家 长大 到去做彰化银行的行员 做亚洲信托的管理者 做亚洲乐园 后来到永兴航空公司 七年的任内 没有一次飞机失事事件 之后呢 他又创建了第一名店 而第一名店呢 更认真的 教大家怎么从料理当中 学习美味美食 还有食材教育 那很认真的 王一郎董事长在第一名店 设置了料理教室 这个料理教室呢 每个礼拜的 礼拜三的中午 跟礼拜六的中午呢 都开放 给有料理教室的 入场券的朋友们 来参加 那有两位老师 一位是上个礼拜 我们所介绍的 陈安琪老师 另外一位 洪玉彤老师呢 就是今天在场的 这个非常非常知名的洪老师 那洪老师呢 他刚才说了 他是2020年的11月 11月9号 9号 参加的 那这个料理教室呢 其实就是在第一名店的 台北的南京东路的旗舰店嘛 是 你们都是用现场 就是用利用第一名店的 所这个引进的这些 非常非常又美味 然后又营养 然后又有特别的这个 故事的这些调味醬 就可以调出好吃的东西 是的 那当然呢 我们只是要把第一名店 所有的产品 推广给我们现场的一些来宾 一些资争会员你知道 所以我们第一名店料理教室呢 所用的食材 包括我们的调味料 还有我们一些应急设备 都是云风不动 你只要人走进来 你就可以享受到 我们第一名店料理教室 如临现场的那种感觉 今天我们的节目 也是如临现场 如果你只是听我们的节目的话 这个 你可以想象喔 但是 如果你听完节目以后 这个假日有空的话 可以在YT上面 看新闻方便 泡泡到第一名的影片 你可能可以从画面上面 更为了解第一名店 今天呢 那红云头老师来到现场呢 要给各位介绍的是 在这个夏天嘛 那端午节过后 大家就说冬衣可以收起来了 天气就一定比较炎热了 那比较炎热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要一些凉拌菜啊 你可能需要 这个一些比较很快可以吃的这个料理啊 那今天红老师都介绍给大家 刚才所介绍的呢 就是这一盘是五花烧猪呢 跟青菜嘛 对 我们的生菜沙拉 类似 还有红梨跟诺麦 那加上了洋葱酱跟黄金芝麻酱 是的 这个搭配好好玩喔 它这个就是有点另外一种惊喜耶 对不对 是 那个洋葱酱在这里 洋葱酱跟黄金芝麻酱 它们两个人 其实是同一个妈妈产生的 就同一家工厂嘛 对不对 对 是大半的那个原厂所产生的 今天我们还有其他的 夏日可以使用这个 第一名店的调味产品所做的 对 这个黄瓜 下面这是什么 这个是角白笋 我们讲的美睿笋 白的是角白笋 对 是角白笋 好 那这个 上个礼拜我们学会了 黄瓜片用万能醋烟嘛 对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烟法 这个更简单 这比我们的 那个万能醋烟的更简单 我觉得比较简单 是因为你这个黄瓜 比较厚一点 比较容易切 当然 每一种料理 只要混 你好会 你好会 体贴 大家不会切细片 就直接切圆圈圈 一圈一圈一圈就好 一圈一圈 你高兴吃多厚 你再把它切多厚 角白笋也是这样切的 是的 没错 角白笋用这个 这种切法 还是我第一次感到 是 那当然是它的口感 OK 对 什么食材 什么切法 会有它不同的口感 对 平常有角白笋 大家可能会用斜片切 是 或是用切成丝 去炒肉丝 对不对 所以你吃起来它的口感 就没有那么用的脆 今天我们是把它切成一圈一圈 稍微有点厚度 最主要它的主材料 一定要用到我们的昆布高汤 昆布高汤是一瓶的吗 是一整瓶 也是第一名店的产品 没错 对 我们用昆布高汤 可以名店的调味料怎么那么多 四百多种 四百多 对 最近又有研发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 一天吃一种也要吃一年多 是 对 你只要把它切了以后 用热水把它烫熟 用冰块把它弄冷 以后丢进去 热水烫熟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只要滚 滚起来就好 对 只要把它煮滚就好 拿起来放在冰块里 对 放在冰块把它冰镇 好 然后昆布高汤呢 倒下去 倒下去 腌多久 对 然后你是1比4 也是1比4 对 就是 我们那个酱油 酱油都是1比4 对 昆布高汤也是 没错 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挤 1比4发水 1比4的开水 开水 冷的 冷开水 对 因为你已经把它烫熟了 不必再用热的 然后再一杯的昆布高汤 倒进去泡一个晚上 要泡那么久 一个晚上 对 好 这是泡一个晚上的 好 前几天吃做的 我很想吃这个 我很想吃这个角白笋 你吃看看 但是你不是说还要再加麻辣油吗 对 还要再加 先不要加再说 你先吃看看这个味道 先不要加 这个黄瓜 也不一样 完全不同 嗯 这昆布高汤 我在这边都有听到你 烤烤烤烤 很脆的那种 我把那个麦克风放近一点 有听到吗 昆布高汤怎么 甜甜的 是 然后有一股香气 基本上我们昆布高汤 一样 你在烹调的时候 一样都是1比4下去 我们是浓缩的 不是直接整罐倒下去 那个味道就太呛了 对 这是角白笋 是 是角白笋 角白笋酱也很好吃 这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冬午节过后 夏季来临 是一种开胃餐 你把冰在冰箱里面 你随时都可以用 所以昆布高汤它也是做汤 是 那可可姐 你如果喜欢吃辣的 我们再加给胡麻辣油 对 因为这个是万能的 没错 这胡麻辣油是京都的产品 是 是 它长得就很京都 很漂亮 嗯 对不对 有点像那个Sake的小酒瓶 对啊 我满喜欢它的造型 它的小辣椒很可爱 所以倒一点 这昆布高汤 为什么会有一点那种 花椒的感觉 对 因为我事先已经倒了这些下去了 你刚才已经倒了 对 对 我再来吃一个黄瓜 然后把那个清脆的声音 咬给你们听 我觉得你们但是直接卖这个产品好了 没有 这当然是要推广我们的东西 所以你在第一名店来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烹调 我们现场 我们的服务人员 每个都比我们上课的老师还厉害 他们都知道怎么去搭配 我们的每一种香料 而且他们很会讲话 是 而且都知道 强将手下吴若斌 对 因为董事长要求很严格 对 每一样产品是怎么回事 对 好 这个也就是可以很快会做的 对 这个是懒人料理 这很方便入门的 但是不一定一定 黄瓜要加角白酸吧 对 你也可以加别的胡萝卜也行 胡萝卜 或是说你放点西芹 一样的动作 一样的做法 其实这个 做泡菜也可以嘛 没错 然后那变成日式泡菜 用那个高丽菜做 日式泡菜也对 但是你如果做日式泡菜 我们公司还有煎鱼高汤包 倒一点煎鱼高汤包下去 味道会更好 煎鱼啊 就是日本的那种煎鱼 没错 煎鱼高汤包 做日式泡菜 没错 它的整个鲜味会提出来 你就知道这么深奥的 这么有意思的 不同的料理 不同的调味包怎么样做 其实你应该去料理教室 没有去过料理教室的 听众朋友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今天如果你买3000块钱的香菇精 加上大麦蜂蜜黑醋的组合 就可以送你料理教室的入场券 你就可以有机会去 然后就可以看到400种调味料 然后现场的两位老师 洪玉彤老师跟陈安吉老师 都可以有问必答 告诉你怎么去搭配 我觉得你们的调味这样好好玩 那很像女生穿衣服搭配 什么衬衫穿什么裙子 然后又穿什么长裤 然后就这样子配来配去 两件可以配合 三件可以配很多件 对 你如果来看我们第一超市 上料理教室 我们几位的料理老师 他会继续迷移的 就会告诉你 什么酱料搭配什么东西 配合什么食材 然后再做一个组合 炒出来的 不完全不一样 没错 但今天我就吃到了黄金是麻将 加上洋葱酱 那又是不同的一个味道 我刚刚忘了讲 那个香菇精的组合 还是有李总统 这个喜欢吃的肉送 李总统在天堂 一定觉得为什么 周一克一直在讲他 这是他生前喜欢吃的东西 李总统其实是美食家 好 我们刚才有介绍过这个乳肉罩 对 好 忘了提醒大家 这个乳肉罩 其实是在疫情期间 第一名店发展出来的 研发出来的 就是要方便说 大家在疫情隔离的时候 对 所以为什么是常温包 对 这不需要进冰箱 好贴心 不需要进冰箱 买回家不要去进冰箱 我们有一个朋友 买回家放冰箱 放冰箱也不会坏吧 是不会坏 就占了冰箱一个位置而已 对 冰箱觉得很无聊 这个明明不用冰 那为什么要冰它 那我如果很久了 我可以放冰箱吗 不怕 我们上面都有保存期限 都有礼节 对 你可以按照时间按照批汗 我们下去吃 对 这就是第一名店 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环境 还有消费者的需要 对 来自己的发展出来的乳肉灶 其实为什么在家里面 你要准备很多东西 以前最早没有这么多的收拾产品 或是我们的食品界 没有这么多发展的时候 平良心我们小时候 都是放森林面 对不对 对 从森林面浸缸 开始泡面开始就增加很多 所以你的冰箱里要有各种不同的 准备的食材 那今天这个乳肉灶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吃了 然后 像这边 对 刚才也有吃 然后乳肉灶 还有这个凉拌的这个新鲜蔬菜 梅花烧猪 梅花烧猪 然后还有这个黄瓜 是 好 接下来更神奇的要上来的 就是大麦蜂蜜黑醋 加上牛奶会变成什么呢 我知道 你知道 优酪乳 是 哪一个口味的优酪乳咧 这个大麦黑醋加 我们先来 蜂蜜黑醋优酪乳 这个先来也是有历史的 也是第一名店 一定要的 第一名店的东西都有故事 对 这个是哪里的优酪乳 牛奶 这个牛奶是 纯净乳源 是洛容能的天父 颜智辉先生 这是绿营鲜乳 是绿营鲜乳 我们独卖的 独卖的 对 它这个比较浓醇 它不像外面 它只在第一名店卖 OK 好 我们等一下要给大家看的是 大麦蜂蜜黑醋 结合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麦蜂蜜黑醋 这个除了 等会我再告诉你 这个还有另外一种 喝法 好 对 大麦蜂蜜黑醋它是 它有醋的味道 但是它有的时候也 它其实有点甜甜的 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当成甜点 大麦蜂蜜黑醋当甜点 你再加它牛奶 完全不一样 是 现在朋友 那我现在就是用一汤匙 你放多少 一汤匙 一汤匙的大麦蜂蜜黑醋 然后 几汤匙的牛奶 不告诉你 我们把它调出来了以后 你喝喝看 绝对 来 一汤匙 两汤匙 两汤匙 两汤匙的牛奶 对 一比三 是喔 对 一比三 是 透不及待 你看它真的开始变优肉卤了 对 耶 你听的人 有听到声音吗 嘟嘟嘟嘟嘟嘟 它会变稠啊 是 它用喝的嘛 没错 您喝看看 好吧 好喝 不错喝 好像小朋友 可以喝 它有一种 酸甜酸甜的感觉 对 而且呢 它这个又没有任何的一家添加品 所以呢 是直接我们牛奶 鲜奶 再加我们的大麦蜂蜂蜜黑醋 直接就可以调出来的 蜂蜜黑醋是真的很好喝耶 是 你如果单喝的话 也跟个仙山的朋友稍微讲解一下 你如果单买这瓶大麦蜂蜂蜜黑醋回去 一样一比四 你把它冲了 放在冰箱里面 你喝起来会像是酸梅汤 真的啊 对 所以就是 这次带来就是 也是顺乎现在 端午节过后 夏天的那种气节 让回家的时候 你可以喝一杯很冰凉的饮品 你也不用去买手摇杯 手摇杯其实对我们人体负荐是很大的 如果在家里弄这样的 蜂蜂蜂蜂说 不可以喝全糖的珍奶 但可以自己加糖是不是 蜂蜂蜂你可以喝蜂蜜黑醋 应该比较没有那么 这个优酪乳好好喝喔 是 我已经喝完了 不错 这个等于是有点 其实这个 这两个混在一起 它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喝 外面很多优柔乳優格 还要加什么草莓 什么炸鸡炸巴那种口味 不如我们直接买回来 我们就可以直接自己冲调 所以因为很多人有在 我们前几集节目有播出说 3000块钱的香菇精礼盒 加上大卖蜂蜂蜜黑醋 非常多人 非常支持他们都有买 所以除了把它当养生产品 就是那个香菇精不是都每天喝10cc 对 它上面有个小凉杯 你放10cc 然后要加水加10倍 没有那么多 1比5 加5倍 10倍就比较没有那么浓 对 其实按照个人口味 对 每一瓶上面都有一个小凉杯 好可爱 然后 那个大概就是 这一盒就是一个月的分量 我真是有点高度推荐 它真的是好东西 然后它还可以加牛奶盒 好 同时呢 大卖蜂蜂蜜黑醋 我们已经展示给大家了 跟牛奶在一起吃 像优酪卤一样好喝 那刚才我们呢 一开始的时候介绍过了 用黄金芝麻酱加上洋葱酱 这个对我来讲 这就是一个惊奇嘛 对不对 那同时还有昆布高汤 去这个 放一个晚上腌制黄瓜 跟这个角白笋 最后还要再加上灵魂 胡麻辣油 是的 这个胡麻辣油呢 因为它里面有花椒 有什么 它这个胡麻辣油打开来 它就会 你们家里面 在厨房里面 放一个胡麻辣油 你都觉得好像在跟日本 一起生活的感觉 它很优雅 然后它那个味道又很高雅 所以整个的感觉 这个胡麻辣油给人家的 不是刺激的辣 它还是一种 跟你融合在一起的那种辣 真的 那个胡麻辣油 我真的很喜欢 我个人觉得 每次看到它都很高兴 好 这个 这个是胡麻辣油 黄金芝麻酱 跟酱酱油 香菇酱油 是的 我们的洪老师非常的专业 讲到什么 他就把它拿出来 其实我们的产品很多 你如果说要搭配 400种你都记得吗 其实我还没有用透 然后慢慢正在研究 王一郎董事长大概是唯一的一个 以后你们可以做一个抑制节目 第一名店抑制节目 400种产品拿出来 这是什么 产品在哪里 原产地在哪里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游戏 也可以 做那个料理教室以外的一性节目 对 然后第一名可以有什么奖品 太好玩了 所以你刚才说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黄金芝麻酱 对 这个是我们的洋葱酱 其实它是同一家公司出品的 对 这是京都的产品 对 它长得就很京都 那你知道你想到京阁市吧 好吧 然后酱油 香菇酱油 有那个荤的有素的 红色的是荤的 对 我们的绿色标签是素的 这个他们也是姐妹品 对 红色的它是有加柴鱼酱油 有柴鱼的 对 那一样都是用香菇的萃取物 下去的 对 浓缩四倍的意思呢 其实是你要做汤的时候 加四倍的水 是 并不是 其实它跟平常的酱油是一样的 不一样 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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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酱油它会是死咸 但我们这个呢 它是会有种香菇的回甘 大家说都忠诚于香菇酱油 对 一定要 用完香菇酱油你会 不想用别的酱油 是会用不习惯 真的麻烦的 对 会上瘾 对 它很像恋人 也可以这么说 好吧 因为用习惯了 对 因为它的好处 那你如果 各位对于优惠的 今天的产品有兴趣的话 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 为什么每一次 在节目里面 推荐香菇精跟 达麦蜂蜂蜜黑醋的时候 各位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 对 因为很多人都很喜欢 你因为在料理教室久了 很多的第一名店的忠实的顾客 跟会员都有接触 对不对 是 那这两个组合是 他们非常非常的欢迎的 那香菇精因为它有历史 它 我还 我们再强调一次 它是三瓶 然后它基本上是说 这是一个月的分 是 对 可是它除了平常喝的话 可以加入料理吗 香菇精 所以你加入 香菇精可以炒 炒菜吗 鸡汤 加入鸡汤 对 就不用放香菇了 也要 可是这个加入鸡汤里面 是比较有点浪费 因为它是萃取物的 它纯粹就是让你很直接吸收 但是你要把它吸湿掉的话 就比较有点浪费 好 它就是一杯加五杯嘛 对不对 对 一比五的分量 一天十cc 这里面的 这包装都非常的贴心 因为它的每一瓶里面 其实都有小凉杯 就是每一瓶都是有一个小凉杯 这个小凉杯都很亲切的照顾着它 照顾着大家使用者 我来给大家看 如果你是听广播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这一瓶上面就有一个小凉杯 它还放在它当帽子一样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小凉杯喝喝 喝十天就喝完的 对 十二天吧 十cc 120cc 然后差不多十天左右 还有一个月 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 除了这个 这个是当保健品 这当保健品 对 其实你如果说下班 以我来说的话 王董三步时会拿个一盒给我 因为我们厨房 第一个精神耗费 体力耗费 时间耗得太久 晚上喝 晚上回来要睡觉之前 洗完澡什么东西的 那我就是给他喝一杯 因为他当然这个 他的成分各位可以 在他们的说明书上可以看到 对 然后另外就是 刚才我们在前段有 用大麦的这个蜂蜜黑醋 加牛奶就变成优肉乳 没错 完美组合 这会不会一天就喝完了 其实我们现在 一般外面买的油肉乳 就是很怕一次买一大瓶喝不完 那喝不完油肉乳 它因为它是活菌 所以一直发酵 那坏掉你也不知道 所以呢 当然喝油肉乳是好 可是你在使用的过程 会有一种引油的风险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回去线调 你今天高兴喝多少 你就去调多少 还可以浓蛋可以 没错 自己可以去做一个拿捏 好 蜂蜜大麦黑醋还有别的做法 当然有 刚才你说的是把它那个 稀释之后放在冰箱里面 当酸梅汤 当酸梅汤 对 那我们还有一种就是 类似我们拿来做 调理的用途是 像我们的橄榄油 好 好 来 这个橄榄油也是第一名店的吗 没错 所以第一名店也来到了意大利 反正按照董事长的做法就是 它的东西 第一名店的东西都是第一名就是了 好 这个是 也是这个醋炸嘛 对 好 来 让橄榄油跟蜂蜜黑醋放在一起 混在一起 对 那就是我们一般常吃的油醋 OK好 有比例吗 也有 好了 我希望我也可以参与 要不然的话 都只吃 就不太好意思 那我们就是倒了半汤匙 半汤匙 那你呢 这个 所以这个醋要放多还是少 你拿放两汤匙 对 它要差那么多 它要三倍喔 对 你给它放下去 两汤匙就变四倍 一 好 再来 二 这个你总不能叫我把它炖掉吧 我是要让Coco姐你尝尝看 它这个油醋 跟我们外面的油醋 有什么不一样 这蜂蜜大麦黑醋也是 这个是京都还是广大 好 这也是大阪 还好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第一名的专家 那个黄金芝麻酱跟洋葱酱 跟大麦蜂蜜黑醋都是大阪 它们是同一个地区出来的 就这三个组合 对 乌麻酱油是京都的 没错 然后香菇精是生锡做 好 那我给 群马馅的 对不对 现在应该也是大阪的香菇精 好 好 Coco姐我给你一点点 你喝看看 来 你试看看 需要的话我再可以续杯 是很柔顺 对 它很适合东方人 对 因为有蜂蜜的味道 是 一般我们外面 调的那个 外面的红酒醋 对 会比较嗆味 对 那我们这个经过 我们这个冷压 粗压的那个橄榄油 跟它密食在一起 它就变成会比较柔顺 主要还是这个黑醋很厉害 黑醋厉害 橄榄油是纯正的 是 当然 各位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请教这个洪老师 就是调味醬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那要怎么样选择好的调味醬 那有的人 他在调味醬上面 他可能不太注意 他在他的饮食跟身体健康方面 会发生什么样的 可能的这个 你自己所不知道的伤害 是 那这个就是要回归到 我们料理教室所办的初衷 叫做食材教育 我们在教育我们的来宾 甚至我们资争会员的时候 告诉他们 什么食材跟什么食材 混合在一起 什么食材是应该怎么处理 才会吃得安心 对 这是在我们课堂上面 需要给我们现场那些来宾所知道的 通常那个料理教室里面 那些参加的人 他们问的题目 都包括那些 五花八门 或许他也会问到说 你结婚了没有 什么意思 你就故意要趁我们的节目征婚 是不是 刚好趁这个时候 洪玉彤老师 他是黄金单身 汉大家都知道 没有 他们最主要在问的话 就是可能是说 我今天去买了一条鱼回来 但我要怎么去烹调 怎么去处理 甚至说我怎么知道这条鱼 新不新鲜 或是说它有没有另外别的 潜在因素的危害 比如说要等会吃 吃下去会不会对身体 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这当然就是在我们的 料理教室节目 我们需要继续民意的去推广 跟告诉我们这些 其实大部分人都问你说 鱼怎么可以煎好 煎得完整吗 然后鲸鱼怎么样 不会那个 不会炸到手 也会问这样子 这个我懂 我已经学会了 就是鲸鱼就是鱼 那个锅子要干 对 然后人跑得远一点 才不会被炸到 不是要带钢盔 有 那在我们的食材教育上面 当然我们一直推广 我们的食材安全 还有友善食品 所以我们第一名列一直推广 就是友善食物 所以最重要的是 这些调味产品 选择非常多 是的 然后王董事长都去找一些 而且经过测试 经过什么的 对 我们的所有的东西 都有经过海关 对不对 对 这个检验 然后食品的安全之外 在台湾 为什么要有食材教育 就是天取猪 就是你们自己的农场 所养的这个 对 对 对 其实王总一直有的理念 与其一直监督它 不如我们来掌控它 你监督跟掌控 只要差一个环节 它可能问题就出现了 对 所以我与其去监督别人 养的猪来卖给我 倒不如我自己去弄一个牧场 我自己养猪 我去掌控 我的猪的 从小猪一直到可以屠宰 这个过程 保证是完全是无毒安全健康 对 才能做成我们现在的产品 是 可是一般人在 我们台湾的食安的问题 其实慢慢的大家比较有概念 是的 那 会来参加料理教室 或者是说 跟你学习料理的人士 他们对于你的 过去在餐厅的经验 他们会不会请教你 要选择什么样的餐厅 那或 你看我们上一次的那个 那个 发生的那个 连中毒事件 是 有没有 一家餐厅都一次 而结束它的营业 你自己有 很长年的 在餐厅做主厨的经验 对不对 对 那个 一般我们外食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 你的餐厅的细节 当然 因为我不大建议 我的学员 去吃那个很花俏的食物 就是看起来摆盘漂亮 或是说经过很繁琐的 一些烹调的一些工序 所端出来的食物 这我是比较不赞成 因为你越是繁琐的食物 越是处理工序 越繁琐 它潜在的食安问题就越多 所以呢 我在这些课堂上面 当然是一直推广 就是用我们产品上面 用最简单的方式 调理最安全的食品 这就是为什么调味醬 比较重要的原因 没错 所以你选择调味醬的时候 你不能是说在外面 我们一般商店 或是说路边摊 人家在交卖那些 我希望是说有可溯源 譬如说你今天我们的黄金芝麻酱 它每批会有一个批号 甚至我们的鸡鸭豬都会有 每一块肉 每个产品 这个黄金芝麻酱都有批号的 对 有批号 你这一批进来 譬如说这一批出了问题 那我这一批我就可以去追踪 是 才不会像这一次 上次那个餐厅事件一样 你也不知道最大源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病毒 造成人体的危害 甚至造成人类的死亡 所以来我们家 我们第一名店 王董要求的就是要有可溯源 譬如说我们这个黄瓜 我是用了什么样的昆布高汤 哪一批的 那出了问题 那我这批昆布高汤 我就可以直接就把它切断 那不会再一直往后延续下去 是 所以是在管理上面 第一名店也是 没错 非常非常重要 那要请教您跟王董事长相处下来 王董事长这个 他以前他是做有新 在这之前有新航空 又做亚洲信托 又做彰化银行 我们今天趁他不在的时候 讲他一下那个 他的好话 他经营第一名店 你在旁边观察 是 还有哪些别的那个 类似的这种行业的人士 所没有的优点 是 在王董 我所认知的王董 我只有 2020年 2020年 开始 以前你不认识他 以前还 我还真不知道第一名店 是什么东西 但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北部有一家 专门进口日本料理人 黃金芝麻酱 對 因为那时候他黃金芝麻酱 就很有名了 是 但后来就是在一个 他怎么会来找你 因缘继绘下 就是有个师傅 他可能比较忙 家里有事 那料理教室需要一个厨师去代班 做料理教室 你真的是这样啊 我真的是因缘 就跟人家演员成名很像 就是 要后部变代理 变成为正 后宫变政治 是喔 所以你跟董事长是这样认识的 是 没错 那刚开始 那时候你应该不知道 他要求那么严格吧 确实 让我吓到了 他对每个东西 他认为对的 除非说他不想做 要么你就做到最好 对 他说坚持 决心 对 卓越 追求第一 没错 我觉得跟他工作很累啊 是蛮累的 他确实是一个良师 可是私底下 却是一个义友 当然他是好朋友 那义友跟 他是老师 好老师 但是你做 所以你那天去代班的时候 没有被他吓走 或许我 我也是 不做就不做 因为你口才好 也不是 要么我就不来这边上课 要么我就是有事情准备 知道要怎么把 我所知道的专业知识 那时候对 最餐厅的 最低名店的 你了解吗 还不是很了解 但我只能说 以我最专业的方式 好 然后请教我们王总 来 然后就开始变成他料理教室的老师了 对 就是那时候开始就这样一如言下 那也感谢王董 那当然就是洪玉彤嘛 老师他在料理教室上课的时候 比他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时候 要口才更好一百倍 因为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 嘟嘟 讲很多 今天因为我大概问 因为是我们两个访谈嘛 他就比较客气 他 我的意思就是 我不是讲这个节目你不好 是说要骗大家去料理教室 看你本人的表演 洪老师一个人做料理教室 好精彩 从头到尾 谈笑风生 然后他可以一边做东西 还一边讲食事 对不对 所以题目都可以讲进来 非常有自己的风格 那你要去料理教室 但是呢 我们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优惠组合了 我有很认真的推荐你们的东西吧 有 感觉得到 但是值得推荐 但是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对 连我都会推荐 因为我很想把东西 我们的料理的酱料 带到我们饭店去 但是饭店你也知道 他就是成本问题 我真要讲 对 这是成本问题 所以呢 你刚刚讲到 那个学员会不会问我说 去哪一家馆子好吃 或是哪一道料理好吃 我只能告诉他 自己买酱料回家煮最好吃 酱料这种东西 如果是我告诉你 像比方 如果要出去吃什么东西的话 类似像黄金芝麻酱这种酱 我是不吃的 就是店里的东西 如果是这样 因为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对 对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非常的挑剔 第一名店 它的这些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些东西 都经过了追求卓越的检验 今天非常谢谢洪玉彤老师 谢谢 各位 主要是一位料理教室 大家要去参加 大麦蜂蜜黑醋 加上香菇筋的礼盒 3000块钱 可以赠送各位 这个好吃的肉酥 然后还有料理教室的入场圈 远价这个 有4870块钱 这个电话号码 我已经会背了 如果不会背也太笨了 0800211388 听众朋友 你应该也会背了吧 所以 以后看到我的时候 或是到第一名店 你就要讲0800211388 而且还发发 谢谢洪老师 谢谢 也谢谢现场的各位朋友 谢谢你们 跟你聊天很快乐 感谢你 对 我今天又学到了一些 这个黄瓜 我回去再演一演 试试看 拜拜 再见 小姐姐 你是废人 不信任 �技好 怎么知道 也有什么 那么 没得了 那